对于2020是否做好准备选总统 国民党主席吴敦一经接受广播专 访时表示 这一生差不多三、四十年 都在为国家做事做准备、论作 准备 我应该是最长、最周到的 首度松口起心动念选总统 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宣称有622名华航机师响应罢工 缴回检订证 但据了解 至14日中午前 已有超过百人拿回或重新申请检订证 华航证实 各机队已有机师陆续 回来报道 航班民渴望恢复正常 美国学者夏威 Orville Shell 13日告诉中央社 记者说 大陆对待台湾非常不公平 美国应尽力协助台湾 邀请总统 蔡英文赴美国国会演说 虽深具象征 异议 但此举可能招来北京及其为 显得回应 对台湾必大于力 49岁陶哲 13日晚间生隔当爸 他当天进产房 全程陪老婆Pen New York生产 看到儿子Bombo Anne出生当下 他与Penny都 哽咽感动不已 他说 Bomb On的哭声非常大声 很洪亮 看 这他细长的手脚 可爱的小脸蛋 他事后表示 听这声音以后应该 也很会唱歌哟 刚好是逢情人节 他打趣说 我是老情人 不是老 婆与他的小情人 一起度过 他以后的未竟 都会 dan 是老情人 最后的 又是老情人 可爱的 是老心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